阿拉米达县水务局提议两年内水费加价30% 东湾水务局提议在Fremont,Newark和Union City三个城市地区 在3月1日起提高25%的水利服务收费 并且在2018年3月再上涨5% 提议两年内上涨30% 这周的星期四水务局将会召开公厅会 五位该地区的参事将会出席讨论水费加价的可能性 阿拉米达县水务局从1999年至2015年一直持续加价 曾经在2013年的2月上涨100% 而在2015年5月上涨30% 如果加价建议通过 2017年3月之后 该地区的每两个月平均水费将会由现实的41.54.5上升到51.92.2 每个水单位的消费由3.373上升到4.216 阿拉米达县水务局总经理Robert Schwer表示 即使水费在过去的15年内都有持续的上升 但是这次的涨价并不反常 水费涨价现象在加州和全国都有出现 他还指出加州之前的干旱情况 让市民用水率下降了30% 而日渐上涨的人工和涉事维修费用 导致县水务局的利润出现6000万的差额 这次该地区的水费涨价 部分资金会用于改善该地区900英里长的水利基础设施 但是有市民做出了自己的调查 根据2014年阿拉米达县大众陪审团的评估报告 阿拉米达县水务局从2008年至2012年期间 持续4年增加员工工资和福利 工资涨幅为20% 所以有市民对水费上涨的建议感到不满 怀疑水费上涨的目的是再次提高水利局员工福利 进一步的信息 将会在明天的听证会之后才有定论 听下卫视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解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